三十號所公布的新增確診案例 兩百六十六例校正回歸的數字下降 疫情是否趨緩 還是只是一日行情 台大公衛學院教授說 從這兩天數字看來 萬華茶室群聚傳播鏈的確受到了控制 三級警戒奏效 升四級的機率目前看來已經不高 不過懸崖是要保持警戒 否則疫情可能回升 那國內我們講新增的是兩百六十六例 那校正回歸的八十九例 三十號確診數來到十五天新低 數字明顯下降 看次趨緩好消息 不過專家坦言仍然不能大意 看起來我們三級警戒確實 確實是有發揮一些功效 看起來疫情是有趨緩 如果稍微有一點鬆切 那麼疫情有可能再上升 隨帶民眾戴緊口罩 減少外出種種自發性管制 三級警戒看來是有發揮效果 萬華地區以及從萬華延伸的 群聚感染貨的控制 升四級的機率已經不高 如果民眾外出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離等警戒程度 保持在百分之九十 六月十四號之後 有機會葬回二級警戒 包括小型情境感染 無人的情境感染 以及口罩時代環境的消毒 都要達到百分之九十的 嚴格實施程度 或者不可能達到疫情的控制 台大一中心副院長王明駿 有表明塞緊警戒不封城 必須大量篩檢 儘可能減少感染人數 所有患者走好分樓 有限資源集中在重症 查管病人身上 不過恐怕得遲到十月 到六成以上民眾施打疫苗 天天數十人數百人的確診狀態 才有機會真正結束 有效撲滅疫情 得靠全民配合 記者和人凱 黃玉婷採訪報導